所謂的違法是它是判決以後 或者你至少在起訴之後 那但是通常我們講說它違了法 但是你真的要法院的判決 那所以說如果今天 你在判決之前 或是說在起訴之前 你就動作了 那後續假設它沒有問題 那人家就會跟你打官司 所以其實這些民進黨的市議員 是在害蔣萬安 他是設一個陷阱給蔣萬安去跳 然後他讓你就逼著你 然後好像一個輿論逼著你 要去把新華城給停工 那後面如果有功勞不算你的 但是假設說真的做錯了 抱歉台北市政府要賠錢的時候 我請問大家 第一個出來跳出來罵蔣萬安會是誰 同一群人 你以為這些人會承認說 是當時他們叫他停工的嗎 不會 他們又會跳出來罵說 你當初怎麼可以做這樣子違法 害我們台北市民有損失 害我們市民的納稅錢要賠錢 又是同一群人 我跟你保證 所以現在蔣萬他非常的省順 他所有的東西 你看他都會先發函給法院 等法院的回函 這次才是正確的嘛 民進黨罵就是這個 所以你幹嘛都已經確定 一定要發函給法院 對 像先前這個柯文哲後來很後悔嘛 就是大巨蛋的事情處理 坦白說如果當初大巨蛋的事情 不要去聽信一些特殊人的話 那早就大巨蛋就在柯文哲任內完工 也不會說在講萬安任內完工 然後大家參加國慶晚會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很開心嗎 那韓院長還很好 還其實邀請了陳佩琪 那佩琪他有這個 就覺得不方便就沒有來 然後呢 那就很可惜嘛 那但是呢 蔣萬安他就有學到這個教訓 就說不要去聽信那些人的 這個依法行政是最重要的 當時我們就講 如果大巨蛋要解約的話 就是大巨蛋跟這個市府 北市府當時柯文哲時代 跟遠雄去解約的話 那他要所付上的 台北市的賠償金 賠給遠雄的金額 是根本台北市政府付不出來的 那當時民進黨的那些議員們 就同一群人 就同一群人 就一直 那時候跟柯文哲還很好 他們就一直鼓吹說 要跟遠雄解約 要跟遠雄解約 最後把柯文哲弄到騎虎南下 那跟他們分開了之後 他們就分開之後 還是一直罵柯文哲啊 沒有變一直罵柯文哲啊 然後最後其實 最後明明就用沒有解約的方式 然後用修正的方式 最後柯文哲他整個政策轉彎 用修正的方式要求遠雄改進 人家也願意改進 修正修正再修正 修正好了之後 正式營運 他們還在罵 到現在其實都還在罵 可是給大家看的是什麼 有一個大巨蛋能夠在 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大雨 大家在看棒球 雖然有一點漏水的情形 可是在下大雨的時候 台北是可以看棒球 那是多好的一件事 以前的棒球迷要看天氣 才知道你能不能看球賽 現在的棒球迷就算是下雨 他們也有一個地方可以享受球賽 不好嗎 所以不要去聽信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是依法論法 就是論事依法行政 法院今天如果說這個已經違法 那立即停工 法院如果還沒有判下來要求說要停工的話 那就不要理這些人的政治性說法 對 你剛剛小燕說不要聽信這些人的話 可是這些人每天就在電視上面 一天24小時不斷的重播 不斷的附送 颱風天還是這個人 颱風還是繼續再去講 真的是從以前到那個 那個休會時間出去國外一趟回來 怎麼還是柯文哲真的是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到底這些 本來是偵查不公開到目前為止 你看看所有這些名嘴這些名單 我真的覺得大家應該全民都一起來 看看這些到時候柯文哲起訴書出來 這些已經兩個多月之後 每個人所講的每一件事情 跟起訴書裡面的對照到底有多少 你要把它比對出來 那當初講錯的已經是不斷上演的 然後不斷的擴大延伸出 造成整個人生崩盤的 如果只有這麼大的落差 那這些人你難道不需要譴責一下嗎 你這個電視台就能夠提供一個公器 讓你無所忌憚的到處要怎麼講 就是怎麼樣講嗎 那今天以蔣萬元來說 我說實在蔣萬元是學法的人 這叫他個性本來就是非常的謹慎 他這時候依法來去做 每一件事情問到法院 請問何錯只有 所以曉欣說的沒有錯啊 都是這一群人啊 要他去的也是這一群人 到時候要出來罵的也是這一群人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些事情還是要造就很多我們所知道 很多民不見經傳的議員 因為柯文哲的案件 而我發現有這個人存在 就好像謝國良的罷良案之類 基隆很多的市議員我都不認識 因為每天每天資群人都來告訴你 批評謝國良多擦多擦多擦 你也稍微知道 就一如 我知道有人要去泛州 對啊 就一如像過去在批評韓國瑜 高雄市議員誰認識 你看吳小福七小福每一個人都認識 所以我覺得電視台真的就是造就這一些 你本來不清楚的人 你改一個舞台 他就有舞台 他就可以撒勒真正是黑龍色的這樣子